饰演美队的克里斯 是如何从一个瘦小的士兵 变成肌肉型男的 其实并不是他在拍戏期间疯狂锻炼 而是通过一系列特效和替身演员 重复拍摄一个镜头 加上剧组漫长的后期制作 最后才达成了这几十分钟的影片效果 这是九头蛇首领红骷髅 你问我为什么他叫红骷髅 当他撕下人皮面具就是个红骷髅 二战期间 他为了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野心 逼迫博士 给自己注射了不成熟的超级士兵血清 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找到了神王奥丁流在地球的宝物 宇宙魔方 当然这个魔方最后落在了神盾局手里 红骷髅利用魔方的力量 制造了一大批外挂武器 用来帮助纳粹夺得战争胜利 美军一看着不得了 一边在境内大批的征兵 一边加紧启动超级士兵计划 厄司金博士研制出了一批超级血清 但他希望找到一个真正适合的人选 瘦小的史蒂夫一心参军报国 但细于自己的方面都不符合报名要求 被一次次无情拒绝 但即便如此 依然扑灭不了他心里的正义之火 在斯塔克工业博朗会上 史蒂夫遇到了厄司金博士 听说了他的参军事迹后 博士十分满意 直接利用职权破格将他招进了军队 但这并不是一支普通的队伍 而是超级士兵计划的候选人 进入军营后 因为身体受弱 史蒂夫在一群美国大兵里显得格格不敢 每次训练他都只能勉强达标 但他却是这群人中最聪明的士兵 在众人还在想办法拿到旗杆上的旗子时 他走了过去 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拿到了旗子 同时他也是最勇敢的 长官为了考验士兵的胆量 拿出一颗假手雷 看到这一幕 特工卡特也对瘦弱的小个子产生了好感 博士心里已经默默确定了超级士兵的人选 晚上 他来到史蒂夫的床位 向他坦白了超级士兵的计划 以及他们最大的敌人红骷髅的来历 这让史蒂夫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此时的红骷髅也发现了超级士兵的计划 这是美队最初的盾牌 史蒂夫拿起一块垃圾桶盖来自我方问 但还是被小混混一拳打他下 车里的史蒂夫正兴致勃勃的 向卡特讲述着自己在这条街上的经历 故意会他们来到一家古董店 和老太太对完案号后 他按下按名 接着他们来到了一所地下实验室 所有工作人员都齐齐看向史蒂夫 在博士的要求下 他脱下衬衫 露出骨瘦鳞循的上半身 血清全部注入他的身体 随着一阵强光 里面传来了史蒂夫的惨叫 卡特见状立刻击了 斯塔克先生索性将装置输出 开到了最大 舱门缓缓打开 瘦弱的小个子一去不缓 肌肉型男出现在众人眼前 连卡特看了都忍不住想摸摸 但这时伪装成一员的九头蛇特工启动了炸弹 拿着血清就逃跑 还顺手干掉了沃斯金博士 一路杀到出口 老太太也没能压好枪 美队立刻追了上去 他越跑越快 一下没杀住 又爬起来继续追 他一步越过炸弹 来到马路上 一顿灵波微步扑上了车子 特工一分神 一不小心撞翻了车 美队连忙捡起车门 挡住他射来的子弹 特工抱起一个小孩做人质 美队慢慢摸过去 他刚想去救那孩子 特工驾驶潜艇准备撤离 美队一头扎进水里 将他从潜艇里揪了出来 最后一瓶血清样本也被打过 特工眼看自己任务已经失败 直接咬碎了牙齿里的毒药 这下美队成为了唯一一个超级士兵 希特勒得知红骷髅研究出了一系列新型武器 便派出手下向他施压 但凡被他用能量武器射击 原地消失 此时红骷髅的野心彻底暴露出来 史蒂夫成为美国队长之后 并没有如愿以偿地登上战场 而是被政客们当作宣传国债的偶像 进入了演艺圈 这显然不符合美队上战场杀敌的心理 他知道自己能做的远不止这些 直到卡特来到他面前 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 好友巴基所在的步兵团 在昨天被红骷髅的军队所侮辱 他立刻找到长官 但长官出于大局考虑 不打算派兵去营救他们 史蒂夫自告愤勇 披上外套拿起盾牌 准备自己去救人 美队为啥那么疼爱巴基 即使与钢铁侠众人为敌 也要护他周全 在史蒂夫成为超级士兵之前 是巴基在一直保护瘦小的他 作为他唯一的挣勇 史蒂夫听说巴基被俘后 一刻都不愿抖弹 立刻动身前往九头蛇军营去救他 机械师斯塔克亲自驾驶飞机 来到敌军上空 就遭到了防空炮的洗礼 为了不连累他们 美队直接从轰炸去跳伞 落地后偷偷潜入进了基地 将俘虏们一一救了出来 可没有见到巴基 在士兵们的指示下 他又朝着下一处地点前进 其他人则成乱杀了出去 抢夺德军的能量武器 这时控制室里的红骷髅发现了暴乱 还看到了监控里的美队 立刻开启了基地的自爆程序 然后取走了宇宙魔防 美队在地下室救出了巴基 正准备撤离 结果在半路上和红骷髅狭路相反 两个注射过超级血清的人力量不分上下 红骷髅撕掉面具 露出了真容 基地即将爆炸 红骷髅乘坐电梯来到天台 乘坐飞行器逃离 美队和巴基也在最后时刻找到出口 逃离了基地 顺利带着众人回到了军营 还收获了一大批德军的能量武器和戴权 一个人就带回来了一支军队 长官对史蒂夫彻底改变了他们 国家授予他荣誉勋章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美国队长 下一步 他们打算去摧毁九头蛇的组 美队向长官借了一批人手 正是他在德军基地带回来的那群士兵 美队在门外等待斯塔克 一个女士官勾搭上了他 这一幕恰巧被撞见 斯塔克先生为他重新制造了一身装备 美队注意到了一枚圆形盾牌 这时卡特早了过来 你觉得什么? 是的 我认为它可以 果然女人生气不好有 两人都看傻了眼 美队穿上了最新的制服 拿上震惊盾牌 带着他的小盾 现阵杀敌屡立齐功 钻掉了一个又一个武器工厂 他还把卡特的照片随身带在身上 这一幕正好被卡特在纪录片里看见 随着美队的出现 战况逐渐被逆中了 红骷髅十分愤怒 但在一次截火车行动中 美队他们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攻击 巴基被一炮轰出了车外 掉落了悬崖 虽然最后成功将九头蛇的博士活动 但美队也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陷入了无尽的悲痛 他决定要消灭红骷髅和每一个九头蛇成员 而红骷髅也在密谋一项更大的机会 他准备用轰炸机炸掉纽约 推动纳翠的胜利 最终任务开始 美队驾驶摩托直径冲向敌人堡垒 他将盾牌挡在身上 挡住炮弹的射击 然后发射两枚导弹 摧毁了挡路的塔 孤身一人杀进了敌军 但最后还是被小兵重重包围 他被压着来到红骷髅面前 就在他准备掏枪终结美队时 外面埋伏已久的队友破窗而已 杀了他们的措手不几 原来美队是故意被俘 红骷髅瞬间反应过来 把腿就跑 美队赶紧追了上去 一个喷火兵挡住了他的去 这时卡特持枪出现 打爆了他的燃料罐 红骷髅已经逃进了巨型轰炸机 启动了宇宙魔方能源 美队坐在跑车里在后追赶 在起飞的最后时刻和卡特吻年 跳上了飞机 一进飞机就出现几个杂兵挡住他 一个守卫想坐小型飞机逃跑 结果被美队缠杀 直接被投射了出去 美队驾驶飞机静止撞进了轰炸机中 他捡起盾牌来到驾驶室 与红骷髅扭打在一起 队长投掷盾牌将他撞到了能量提取器上 能量提取装置被瞬间摧毁 红骷髅捡起宇宙魔方 这时魔方突然启动 连接到了一片未知的世界 下一秒就将红骷髅传送了过去 美队呆呆地看着这一面 魔方掉下来烧穿了地板 不知去向 美队赶紧操控飞机 阻止他飞向纽约 他联系卡特 说自己只能将飞机迫降到海里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说着他就将飞机撞上了冰架 冰面融化 飞机沉入了海底 最后斯塔克在海底找到了宇宙魔方 但他一直没能找到失踪的实力 不知过了多久 美队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 他冲到大街上 周围不再是他熟悉的母亲 这时神盾局局长出现在他面前 你已经睡了 几乎七十年了 纽约之战后 美队时隔七十多年 见到了自己白发苍苍的女友 潇然泪下 这天美队刚和猎鹰跑完步 就接到了新任务 被寡姐开着武林红光接走 一方海盗劫持了神盾局的卫星轮船 史蒂夫从高空一跃而下 不用将落伞直接落入水面 话说你当年为啥不跳 来到了船上 美队不愧被称为五五开队长 既能和灭霸一战 又能和海盗头子打得有来有 任务完成后 尼克局长向他介绍了神盾局的洞察记录 神盾局制造了三艘航空母舰 卫星通过DNA预测出未来可能犯罪的人 三艘航空母舰的定位武器 就会时刻瞄准他 这样就能将潜在威胁扼杀在摇篮里 但美队却认为这样的做法太不人道 拿枪指着所有人 这并不叫保护 美队走后 尼克局长拿出优盘 想查看卫星数据 结果连自己的身份也无法保问 他觉得其中有气球 于是找到朋友帮忙投票 延期执行洞察计划 局长开车离开后 半路上被一辆警车撞击 接下来遭到了几辆警车的围堵 导致他左臂直接滚着 车内人工智能建议他立刻注射麻醉机 这时车上下来几名武装特工 对着尼克一顿扫射 几人停下射击 又搬出了一个大锤头 逃玻璃一顿撞击 在玻璃即将破碎的时候 尼克拿出车内附带的机枪 抢先打破车窗 对着窗外一阵突突后 人工智能恢复了自动驾驶系统 控制汽车逃了出去 这时进入了十字路口 局长一个刹车 两辆警车被冲过来的货车撞飞 好不容易甩掉了他们 前方又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 他拿起武器 发射了一个圆形的装置 吸附在了尼克车底 瞬间爆炸 男人来到面前扯下车门后 发现尼克早已从底下逃之夭夭 受伤的尼克来到美对家 美对见到他脸上的伤 刚准备开口询问 尼克就关掉灯暗示他不要说话 他在手机上打出几个字给他看 刚说完窗外就传来了一阵枪响 尼克被击倒在地 晕倒前将U盘交给了他 并嘱咐他不要相信任何人 美对看到窗外的声音 立刻追了上去 撞破窗户来到天台 他用力置出手里的盾牌 却被杀手稳稳接住 并用极大的力道扔往回去 美对一脸错误 这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神盾局里出现了内部 美对来到局内接受调查 部长想从他这问出 尼克临死前的秘密 但美对紧记尼克的话 手口如瓶 正准备乘坐电梯离开 这时电梯开始陆续不断地进来人 他看出来这些人十分可疑 心里竟肯定这群人不是擅长 每队顽强抵抗 一番激烈的搏斗后解决了所有人 然后直接从十几楼放 用盾牌做缓冲落地 光头赶紧下令封锁搭桥 美队迎着飞机的炮火 跳了上去 利用盾牌弹射破坏飞机外壳 帅气地解决了他 光头立刻将美队当成了逃犯 在神盾局内部下达了通缉令 史蒂夫来到医院找到寡姐 逼问他优盘的下落 此时的史蒂夫不相信任何人 但寡姐证明了自己没有敌 两人便一块行动 聪明的寡姐破解了优盘的加密数据 两人找到一个地下基地 在这里发现了一台二战17的老式设备 寡姐将优盘插进了接口 启动了设备 此时电脑屏幕中出现了人声和他们对话 旁边显示了一个人脸 美队认出他是二战17红骷髅手下的博士 原来当时他身患绝症 将自己的思想变成数据住存在了电脑里 还告诉美队 九头蛇组织并没有消失 而是随着神盾局的建立渗透在来 他们一直在暗中制造危机 托尼的父亲霍华德的死就和他们有关 尼克局长被刺杀也是他们的首领 现在他们打算通过洞察计划的算法 操控航天母舰制定新的世界秩序 说完就关闭了出口 一发导弹朝着他们袭来 危急时刻两人跳进下手道的危机 随后他们来到猎鹰家避难 经过一番商讨 他们决定找出这一切的幕后操控者 因此他们设计抓到了光头 将他带到天台逼宫 一开始光头还什么都不肯说 寡解看不下去了 一脚就将他踹了下去 猎鹰又把他拽了回来 光头直接下尿 交代了一切 原来他们打算用洞察计划的算法程序 将任何威胁到九头蛇的人全部消灭 包括美队在内的几位超级英雄 还有几百万平民 都成为了航空母舰的击杀目标 几人赶紧去神盾局阻止航空母舰升空 突然一只铁币伸了进来 将光头扔了出去 东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跳到车上 一把扯掉了方向台 三人从车里逃了出来 他拿起榴弹枪 把美队封进了公交车里 他刚爬起来 就又遭到了敌人的扫射 他冲出来迅速捡起盾牌防御 可能是盾牌涂得太像吧 敌人子弹一个劲地朝上面 美队迎着火力冲了上去 解决掉了他 然后赶去支援划解 两人立刻扭打在一起 他一把抢过美队的盾牌 经过一番近身搏动 美队趁机摘掉了他的面杖 但看清眼前这个男人后 他开始不淡定了 对方竟是自己 七十年前已故的智友巴基 突然他被猎鹰推开 一发榴弹飞了过来 爆炸过后 东兵消失不见 三人被一名女特工带到了一处秘密基地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本营去世的尼克之城 原来他为了避开九头蛇的追杀 选择了炸死 特工拿出三块定位芯片 只要将其替换到三艘航空母舰上 就能让飞船恢复神盾局的控制 几人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巴基看到美队后 一点一点恢复了从前的记忆 但九头蛇立刻又给他加强了洗毛 让他痛不一声 此时美队又进神盾局里 通过广播揭露了藏在神盾局里的九头蛇 但九头蛇的人反应也很快 抢先解决了神盾局的守护 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阻止飞船起 于是美队和猎鹰分头写 美队解决地上的士兵 猎鹰负责进入飞船插入芯片 但中途遭到了笔记的追击 伪装成大妈的寡姐抓住了九头蛇部长 准备将九头蛇的秘密公布出去 美队抢先一步进入飞船 替换了第一张芯片 猎鹰也甩掉了战斗机 替换了第二艘飞船的芯片 神盾局飞行员刚想去支援美队他们 结果纷纷被东兵杀掉 随后他驾驶飞机 赶去阻止美队替换最后一块芯片 两人在过道上相逢 为了保护人类的安全 史蒂夫全力以赴和他战斗 巴基也三番五次阻止他插入芯片 他钳制住巴基 想让他放下手里的芯片 巴基陷入了昏迷 美队捡起芯片朝插草赶去 这时巴基爬起来一枪击中了他 离飞船发起攻击只剩下最后三十秒 巴基又一枪打中了美队 卫星通过算法已经完成了目标的扫描 美队挣扎着爬起来 在开火的最后一秒 插进了最后一块芯片 各宫操纵三艘飞船朝着对方发射了炮火 任务完成的美队并不想伤害巴基 他只想唤醒他的记忆 扔掉了盾牌刃由巴基上台 最后飞船坠落美队落落 巴基看着这一幕 跳下去将他就回了岸边 随后就默默离开了 剩余九头蛇分子都被抓了起来 美队也从医院醒了过来 尼克隐姓埋名 打算秘密调查九头蛇的余党 寡姐将巴基的最新资料送到了美队手上 接下来美队将会和猎鹰一块 踏上寻找巴基的路程 影片最后 巴基来到美国队长的站起 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接下来他该何去何从 而一个秘密实验室中 居然出现了洛基的群杖 这伙神秘人要用他来 这是蜘蛛侠回归漫威宇宙的第一部作品 众多超级英雄聚集在一起 但这次他们不是要共同对抗外来侵略 而是爆发了尖锐的内部矛盾 起因是一纸协议和一个普通人的调查 几个月前 复仇者们在一次行动中 抓捕了携带生物武器逃跑的盲目 他引爆自身炸弹想和美队同归无几 危急时刻旺达及时控制住了他 将他扔向高空 结果造成了一栋楼的爆炸 误伤了里面的居民 托尼在麻省理工演讲 表示将出资帮助学生的科技研究 结束后他在电梯前面 遇到了一位母亲 他的儿子死于索科维亚的澳创之战中 并将这一切怪罪于钢铁侠 新闻里也开始播报复连引起的爆炸案 案件中死去的平民有11个是瓦坎达人 瓦坎达国王特查卡在电视中问责复连 称他们的行动凌驾于国际法治上 复连总部里 托尼带回国务卿和大家见面 向众人一一展示了在过去的行动中 复仇者们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后果 世界各国政府无法忍受这种局面 117个国家联合提出了索科维亚协议 要求复连只能在经过批准后才能采取行动 几人经过一番商讨 分成了正反两派 美队坚决不肯在协议上签字 而幻视通过一系列数学计算 认为毁灭世界的事件和超级英雄的出现有关 他们的能力吸引来了挑战 托尼因为那个死在索科维亚的南海 也选择接受监管 华姐也出乎意料地站在了钢铁侠阵面 美队觉得接受了索科维亚协议 就等于放弃了选择的权利 有了之前的神盾局事件 他怕互联也会被不乏好意之人力 去干维新的事 这时美队受到消息 自己的老女友卡特在医院去世 美队立刻赶去参加他的葬礼 听到他的侄女玛莎的一番回复姑妈的感觉 美队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 此时一个叫泽默的来源 根据美队二杰为寡姐公布的九头蛇文件 找到了九头蛇上校 在他家拿到了九头蛇激活东兵的笔记 在维也网 联合国大楼正在举行索科维亚协议的会议 黑豹和他的父亲作为主要人员出席了会议 瓦坎达国王刚开始会议演讲 结果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黑豹爸爸逼命 瓦姐过来安慰他 此时他还不知道特查拉就是黑豹 他戴上父亲的戒指 眼神坚定 打算手认东兵为父报仇 美队得知真相后 立刻动身想抢先找到东兵 他根据马莎提供的线索 来到东兵的住所 见到了巴基 他认出了史蒂夫 并说爆炸不是他干的 下一秒抓捕巴基的特警工的载 美队用盾牌盖住守眉 然后掩护巴基撤离 经过一番打斗 巴基一人逃了出去 这是漫威电影里黑豹第一次登场 为了帮瓦坎达国王报仇 两人随即展开搏斗 一副震惊打造的躯体坚不可摔 看到黑豹在欺负巴基 美队立刻追了上去 三个超人在隧道一路狂奔 跑得比汽车还快 美队截了一辆警车追赶 黑豹搭上了顺风车 巴基跑出隧道南下一样摩托 但最后还是被黑豹追上 美队冲过来推开黑豹 就在几人僵持之时 罗德率领军队赶到将几人全部抓了起来 此时换是凤钢铁侠的命令 在协议签署完成前 将飞红女巫软禁在妇联基地 东兵被积压在一个特制的舱室内 然而来审问他的人变成了泽墨 他用计制造了大范围的停电 接着一顿念出笔记本上的暗号 激活了东兵脑中的洗脑程序 将他再次变成了人人拆遣的杀人机器 泽墨从他口中得知了九头蛇的机密 随后巴基干倒赶来的美队 一路杀了出去 托尼启动手表的战甲系统 但只有一只手套还是干不过他 巴基来到楼顶准备乘坐直升机撤离 被赶来的美队拉着 飞机坠落后 两人一块掉进了河里 美队把他救了起来 关在一个仓库里 这里就是电影女人的片尾彩蛋 这次巴基完全恢复了记忆 他告诉美队 泽墨知道了九头蛇基地的位置 在西伯利亚还有几个和巴基一样的东兵 他们要阻止泽墨找到其他东兵 但又不能指望托尼帮忙 美队和猎鹰经过一番思考 确定了新的人选 退休的鹰眼重新拿起了复合弓 为美队带来了望达和一人 另一边托尼也收到军方命令 须立刻将美队等人捉回来 于是他来到皇后去 找到了年轻的彼得帕克 最后托尼答应为他量身打造战役 作为条件需要他出面帮忙 华姐找来了黑豹 美队通过马沙特工拿回了武器装备 然后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上来 正当他们准备乘坐飞机赶往西伯利亚时 钢铁侠就赶了过来 见美队离开态度坚决 这是一人爬到蜘蛛侠身上 把盾牌抢了回来 美队为了阻止黑豹靠近巴基和他开战 震惊盾牌对上震惊力找 蜘蛛侠朝着巴基猎猎猎追取 他一掌接下巴基的震惊品 你有一个链子吗 小蜘蛛一发蛛丝破坏了猎鹰的飞行 将他困在了栏杆上 然后开启了画牢模式 蜘蛛侠轻轻松松解决了两个 最后被猎鹰的无人激动了出去 另一边鹰眼配合旺达控制住了托尼 蜘蛛赶来支援美队 他扔给美队一个玩具车 每队几人趁机朝另一架喷气飞机赶去 但被突然出现的患事拦住了去 这时托尼这边也赶过来 互联内战一触即发 鹰眼一个射手配合旺达方式相当道理 黑豹又找上了巴基 两人都打得不留余力 鹰眼被寡姐缠上 寡姐趁他不注意 发动偷袭 被一旁的旺达制止 小蜘蛛直接飘了找上美队 他用蛛丝粘住盾牌 再一发蛛丝控住他的脚 用力一拉然后一脚将他踢飞 美队跑过去捡起盾牌 被小蜘蛛用蛛丝拦住 他凭借丰富的战斗技巧解开了控制 反手给小蜘蛛上一颗 以人搭乘鹰眼的弓箭 进入了钢铁侠战 在里面干起了老本号 于是托尼启动战甲的命运系统 将他赶了出去 但斯科特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抓准时机跳到了罗德身上 调整好控制器模式后 按下按钮 他一把甩飞罗德 然后折下机一朝他们扔去 钢铁侠这边的人健庄 开始联手对抗这个大宝 在巨型蚁人的掩护下 美队和巴基步步接近飞机 这时小蜘蛛用蛛丝在蚁人腿部来回环道 接着托尼和罗德联手一拳 终于打倒了他 托尼赶来查看小蜘蛛伤事 确认没事后让他立刻回家 此时寡姐被美队说服 拦住了黑豹 帮他俩成功登上了飞机 罗德追了上去 猎鹰朝他发射导弹 罗德向幻视寻求支援 但被幻视的激光误伤了 破坏了反应堆 飞速下阵 这下玩拖了 托尼一炮打飞他 飞机里的托尼解开安全带 然后将手指放在了座位旁的按钮上 赶去支援美队 他身后还跟着一架飞机 里面正是飞爆 此时美队和巴基来到了九头蛇的基地 和托尼会和后翼同向伸出走全 这时泽莫出现在他们面前 放出了一段九头蛇秘密影像 里面正是钢铁侠父母被巴基杀害的一面 随后三人立刻决裂 撕打在一起 他把美队挡在石块后 向巴基追去 将他一脚踹飞 这时美队又窜了出来 挡在巴基前面 于是两个百岁老人开始混合双方 巴基想掏出他的反应堆 结果被托尼一炮轰断了机器 然后让星期五分析美队动力 一套下去直接把他打得无力还击 巴基突然分散了托尼注意力 美队抓住机会 最后砸烂了托尼的反应堆 然后把盾牌还给了他 外面的黑豹抓住了泽沫 原来他一家人都死于索克为压 而这一切都是复联引起 就在他即将自杀时 黑豹拦住了他 他知道自己不能被仇恨吞噬 于是打算把他交给军方审判 影片最后快递员李爷爷来到复联组 托尼收到美队寄来的信 他就出了所有被军方关押的复联成员 然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表示如果需要自己 可以随时找他 并且还留下了个电话 而巴基为了避免再次被洗脑 他找黑豹帮忙冰封了自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不应该叫美国队长3 我更认为是复联2.5 我们下次见